少女日军写诗2000首12岁神童癌症大奖被撤中国家长 醒醒,女孩教程一诺,每天能写300首词牌 2000首诗,15000字小说 还在两年间出版了三本书,发表多段演讲 7月12日,云南昆明的六年级学生陈林时通过研究突变基因在截止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制 获得了2019年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这个消息很快在网络上疯传,大家都在感叹天才的诞生 根据陈同学的研究日记,刚开始他连基因是什么都不清楚 这样一个毫无医学基础的小朋友,9号还在了解基础概念 13号就完成了研究,怎么能在五天的时间内就搞清楚基因片段和癌症的关系呢 关于他的记者身份,澎湃新闻的记者联系上了自称是中国国际新闻杂志社社长的郝江华 郝江华证实,曾宜诺去年开始担任绍兴运营中心的副主任的职务 曾宜诺的恩师基建金,曾经在一次演讲中站在他的身边对台下的家长发出了三连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